- 应该是徐总来了,我去开门啊- - 等等 - 老板 - 好像没在啊- 你不是知道密码吗- 进屋看看去- 怎么回事- 老板- 刚刚- 你没事吧- 你干嘛呀,你吓唬一大跳- 我是不是走错屋了- 你怎么会走错屋呢- 我怎么看里边有个女的- 而且俩人还抱在一块儿了- 啊 - 你是想你儿子想的- 几点时间没见他- 出现幻觉了- 你眼花了吧你- 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看得清楚- 那你再往哪儿来- 进去看看- 那不就看清楚了吗- 儿子,我跟爸爸一块儿进来了啊- 这次的设计方案的重点- 千万不能忘了,知道吧- 哦 - 老板 - 儿子啊- 爸,妈-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了?- 刚刚啊- 我说你老爷哄我- 你们有我家里的密码- 我跟你妈在酒店里头住了- 好几天- 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们电话呢- 我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是来看你啊- 没有别在这儿只有给许程人打电话- 他告诉我密码呀- 别在这儿只有给许程人打电话,他告诉我密码呀- 什么呢,你也不接我手机的地?- 什么呢? 你好 你好 你是 这是我刚招的助理 刚刚跟你讲的重点 你都记下来了吧 记下来了 都记下来了 电脑给你开心的 还不值任务 这么多好吃的 小姑娘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如阿姨 还没吃饭吧 没呢 我们来找小川 就是一起吃饭的 那正好 一块吃吧 好 叔叔阿姨坐 坐 妈 叔阿姨 碗筷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小姑娘 你多大了 二十三 呦 这么年轻啊 那你跟我们小川在一起 多少时间了 阿姨 我只是顾总的助理 你叫什么名字啊 姜小宁 葱姜蒜的葱 是姜 大小的小 明镜的宁 姜小宁 哦 姜小宁 姜小宁 啊 你的工作也做完了 赶快去上班吧 对 这儿的工作室做完了 那叔阿姨 我就先走了啊 别呀 这么多菜一块吃完再走啊 你们吃就好 你们吃就好 吃完了再走嘛 小川 你 完了 我这个倒霉体制 该不会害老板被误会吧 偏偏在这个时候 这好像也不算很倒霉哈 姜小宁 怎么回事 不要胡思乱想 赶紧回去上班 来来来 吃水果 这小姑娘真不错啊 年纪轻轻的 就会做饭 而且还做得这么香 小川 这屋子也是她打扫的吧 多干净啊 你身边有这么个女朋友 陪着你啊 我跟你爸也就放心了 妈 我再跟你说一遍 她只是我的助理 不是我的女朋友 你们这次要待几天啊 呆什么呆啊 呆什么呆啊 来了好几天天天住酒店 也没什么好呆的 咱明天就回去了 老顾 儿子 妈妈上回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 我跟你爸呢 就想在这儿多待几天 到周边去看看房子 看什么房子 买房子非得问他吗 是他拿钱吗 你怎么什么事都请示他呀 我说你能不能好好 跟儿子说话 我怎么没好好说话了 这十年以来 咱们敢不好好跟他说话吗 敢吗 咱们说的每句话都是深思熟虑以后 才跟他说的 生怕哪句话会刺激到他 老板 我是想说 谢谢你在电梯里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第一次觉得 好像倒霉也没有那么让人讨厌了 我会像非听斯阁说的那样 调整好心态 不过 老板不可以退休 是非听斯阁哥 喂 博士 老板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我突然感觉到心口疼痛 呼吸困难 怎么了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看来今天上班的 是另一个博士 你是说我人格分裂的事情吗 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 天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 毕竟罗也是个天才嘛 说正事吧 上次更新完之后 我总觉得我的心脏 更加不稳定了 你是不是遇到 什么危险的事情了 我有 过度放电 真的吗 你遇到让你心动的女孩了 我说这十年来 你的心脏一直非常地平稳 怎么突然间这一段时间 数据变得很奇怪 你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哪 你这么高兴啊 之前你还嘱咐我 千万别碰到这个人哪 你别管那个人怎么说 你现在只要听我的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个特别的人 一定要告诉我 如果啊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真的碰到这个人 有什么办法 可以平稳一下我的数据吗 没有 那我告诉你干什么 我可以把你机械心脏的内置灯 换成粉色 这样更适合你的心情 你这一天天玩呢这是 好好好 你冷静一点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我和那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顾串 人生很短 这颗心脏是为了让你活下去 但是活着和生活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我不想给你希望 但是我会全力以赴 改造你的心脏 是我的人生的头等大事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你要知道 我不光是名医生 我还是一位科学家 我知道 非常疯狂的那种 救死扶伤是我的使命 你能活着我很高兴 但我不想让你过早地废掉 你要好好地爱护自己 有些事情啊 你也说不出来 每个人都希望我活着 只有我自己不希望 小宁 别忙了 休息一会儿吧 全都刷完了 就花了几百块钱 你可真是省钱小能手啊 看你说的 好像几百块钱不是钱似的 几百块钱不是钱 那是我的命 哎呦